从载人航天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大概还有几次任务 一个是两次的这个发射的这个载人的这个发射任务 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的这个混音飞船 以及我们的这个两次回收的任务 从任务的角度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饱满的 那么还有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太空当中的一些科学实验 以及一些这个验证性的这个任务需要做 对好谢谢 能够想谈谈您今天的提案是什么吗 哦我是这个做了这个在我们这个困赞运营期间 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些作用 好的好的谢谢让美员感谢